我发明了这种可以旋转的预伞 我施不了肩膀 我一直在研究一个小板凳 直接针下就可以 它会卸掉人铁大部分的力量 我叫手工岗 今年31岁 现在主要做一些不去钢的制品 想发明小创造之类的 绰号现在很多吧 保定爱迪生或者是手工樊少皇 我学了 现在我就是初中毕业 毕业之后就去跟随我们村的老师傅 去北京去打工 主要是盘街管道 去年年初 想回家 创业也算是赌一年吧 从小对一些铁器 感觉也比较有兴趣 男人嘛 感觉也比较喜欢有点硬的东西 做一些比较像铁的拖鞋 还有一些不去钢钱包 弹弓之类的 发在网上卖 我的灵感一般都是来源生活嘛 有一天就是发现家里的菜刀炖了 扔得快可惜的 所以说废物利用一下 做了一个菜刀手机壳 用这个手机壳打电话 感觉非常拉风 你可以一边切菜 一边看电视剧之类的 也挺好的 菜刀除了可以做手机壳之外 还可以说做成梳子 自从用了这把梳子 就没用过别的梳子 有的朋友说说梳头发得把头皮梳下来之类 其实不会的 就是贴着头皮 感觉疼的话你就轻一点 传了好几代也用不坏 挺好的 这个可能说最近比较受欢迎的一些小玩意儿 我管它叫脑瓜帮俘虏器 但是说好多朋友都叫友谊去世器 以前我做的时候就是普通的一个手指 力量比较小 所以说又增加了三个堂皇 如果说有朋友拿这个跟你开玩笑 那肯定是你们的友谊肯定是比较深厚的 可以达到一个兄弟之间的友谊 这是我做的吃西瓜机制用的 是想申请专利 这样吃的时候就汁就留在这个小河里面 这里还有一个就是说兔子用的 我感觉是非常方便 不知道为什么也说做的没有用 因为我比较喜欢看电影 也是一个漫威迷 对于雷神的那种索尔的一个锤子 非常非常喜欢 自己就做了一个雷神锤鞋胯包 比起我做的东西了 朋友们更喜欢我看一下我的视频 现在关注我的朋友可能要两百多万吧 播放量也应该是可以了 网络这东西对于我们农村来说还是一个新兴的产念 凝聚 很是不理解 觉得我是不正业 刚开始做直播的时候 肯定基本上没有什么收入 甚至赔钱 我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这么受人欢迎 太厚 头发偷口 这么厚 我靠近 不行 大家说我的发明来源于生活 却完美地避开了生活 对我的评价就是说 做的东西没有用 烧黄出品 绿鼠废品之类的 只要他们开心 我做的东西就算是有用吧